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期视频再次向朋友们演示一下SSR客户端的安装与使用 我的视频第101、104和106期分别介绍了SSR在Windows、IOS和Android端的安装与使用 为什么今天我再重提这个话题呢 由于GFW的不断升级功能逐步增强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 使用直连方式科学上网的前景不容乐观 无论是通过境外VPS服务器搭建梯子 还是选择机场直连节点 都很难保证在哪一刻不会翻船 于是配备带有国内中转服务或内网专线的节点 应当作为我们的一种 必要的补充或备用方式 我一直向朋友们推荐的是使用V2ray的WS加TLS和Troding的搭建方式 那么使用国内中转服务器或内网专线搭建可不可以呢 回答是当然可以 但是中转服务器特别是内网专线 价格相对较高 搭建成本很大 并且还有流量限制 不建议个人使用 于是最近我向朋友们介绍了一个比较稳定的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机场的节点看一下 目前很多机场考虑到成本的因素 SSR的节点相对较多 这也就是今天我在重新演示SSR客户端的原因 我们看一下这个机场从标准会员开始使用的大都是北上网的BGP中转服务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节点有SSR和V2ray 相对来说SSR节点要多一些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第一SSR占用内存小 CPU的使用率较低 还有一个原因使用同一台服务器搭建的SSR节点 相对于V2ray和Trogin来说速度要稍快一些 我们看一下都是带有国内中转的节点 我们看一下最下方 还有几个使用IPLC内网专线的节点 有了中转服务和内网专线的节点 应当保证我们能够在科学上网这条路上不至于掉队 当然我们是不是一定要选择机场服务呢 在前面的视频中 我多次讲解过使用香港或境外的VPS服务器搭建V2ray或Trogin 目前仍然能够正常使用 选择带有中转服务和内网专线的机场 可以作为我们正常的科学上网方式的一种补充 并且相对来说机场的价格比我们直接购买服务器还是要低很多的 我们再重新看一下这个机场 最高级别的会员每个月是45块钱 这个价格高就高在它含有专线路线 并且使用流量高达500G 如果订阅这个服务的话 可以允许16个在线客户端同时运行 最近我经常跟机场主联系 现在正在更新添加上海的一些中转服务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建议朋友们使用SS2节点的时候 就选择SS2客户端 我们打开V2ray客户端看一下 在添加节点的时候 只能添加SS和Sox服务器 不能直接添加SS2的节点 所以今天就再次的演示一下如何使用SS2客户端 下面我们下载安装一下SS2的客户端 目前的版本是4.9.2 从这个版本之后SS2没有继续更新 可以下载这个版本 也可以在机场下载 机场主集成了很多人性化的服务 我们打开下载和教程看一下 有Windows、Android、苹果、苹果电脑、Linux 今天我们就在Windows电脑端演示一下 打开 点击下载客户端 这个版本下载的就是最新的 那个版本4.9.2 下载的过程我就不再演示了 我已经下载 好,现在我光标所指 这个压缩文件就是下载的SS2的客户端 右键解压 找到解压的文件夹 双击打开 下面这个是最新的版本4.9.2的快捷方式 右键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右下角多了一个小飞机的图标 目前图标是灰色的 说明还没有添加节点 下面我们为SS2添加节点 来到机场的首页在网页的右端有一个便捷导入选项 我们选择SS2订阅链接 点开以后有两个选项 一键导入SS2订阅链接 复制SS2订阅链接 选择一键导入订阅链接 因为我们已经安装并打开了小飞机 选择这个选项 导入没有成功 我们选择下面这一项 复制SS2订阅链接 手动添加一下 然后 右键小飞机的图标 在服务器订阅选项里面 点击SS2服务器设置 然后在网址里面 粘贴我们复制的SS2订阅链接 点击添加 机场的SS2订阅链接地址 就添加在了这里 好 点击确定 然后再来到小飞机的图标 右键 在服务器订阅后面 选择更新SS2服务器订阅 添加完订阅地址以后 右键 小飞机图标 系统代理模式 选择全局模式 PAC这个选项 选择更新PAC 选择这个选项 好 再右键 代理规则 选择绕过局域网和大陆 我们左键点击小飞机的图标 看一下订阅地址还没有更新 如果更新成功以后 这边会有提示 并且所有的节点都会显示在这里 添加了订阅链接地址以后 这里没有出现节点 应当怎么做呢 我们右键点击退出 暂时先退出SS2 退出以后再重新打开 重新打开以后 更新SS2服务器订阅 就显示服务器订阅更新成功 刚才有一个显示 更新订阅不成功 是上面这个系统自带的订阅地址 没有更新成功 订阅地址已经更新成功 所有的节点都呈现在了这里 在这里可以把SS2自带的这个订阅删除 点击确定 这里再重新一下 添加完机上的订阅地址以后 点击更新的时候 如果不能及时更新 可以退出SS2 再重新打开 然后再重新点击更新订阅 马上就会订阅成功 下面我们右键SS2的图标 刚才代理模式已经选择了 我们可以选择全局模式 也可以选择PAC模式 建议选择PAC模式 下面我们退出V2ray的代理 退出 如何选择服务器呢 在服务器后面 找到机场的名称 在这里随便点击一个目标的节点即可 选择第一个 现在选择的就是内网专线的新港线路 在选择节点的时候 不建议朋友们使用这种方式 稍后我再讲解一下 如何选择服务器的节点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服务器负载均衡 这一个选项一定要取消掉 如果不取消这个选项的话 节点是不能使用的 取消掉以后 小飞机的图标马上就变成了蓝色 这样就可以正常上网了 看一下下面的选项设置 选项设置 这里有一个开机启动 这些都不需要选择 服务器负载均衡这个选项一定不能选择 它和这个负载均衡是一致的 如果选择了以后是不能够成功的连接节点了 这个选项一定不要构选 也就是在这里也不要构选 这个对话框 其他的我们不需要了解 只需要选择一个选项 切换服务器前断开正在连接的节点 选择这个选项 也就是说在选择下一个节点的时候 上一个节点自动断开服务 好 点击确定 如果我们选择下面这个节点 双击 看一下可不可以 我们右键服务器 看一下目前的节点 我们看一下 尽管我没双击了 该节点 但是这边的服务器选择的 还是这个节点 更换节点 在这里是不能完成的 只能是在服务器这里 找到这个节点 单击即可 如何直接切换节点呢 把光标放在SSR图标上面 不是点击左键 也不是点击右键 按一下鼠标上的滚珠 然后就出来了 服务器记录 这个窗口 我们在切换节点的时候 直接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选择下面这个 选择了以后 节点立刻就切换到了 这个上面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 点击服务器 我们看一下 马上就到了这个节点上 服务器记录窗口 是在SSR中功能比较强大的一个窗口 切换节点 了解节点的延迟速度等信息 在这个窗口就能完成 在视频的最后 我们测试一下机场提供的节点的速度 随便打开我的一期视频 我是100兆的普通光纤 目前在2万多 我们看一下目前这个节点是内网专线的深港线路 现在是一万三 目前是晚上的8点30分 应当是处于上网的高峰期 最后我说明一下我们可以继续使用以前搭建的V2ray或秋劲的服务 向朋友们推荐类似的机场 了解一下这些机场可以作为我们科学上网的一种补充和备用 在以后上网环境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相信能够走到最后的就是公网的国内中转线路和内网专线的服务 了解一下关于这方面的信息 从而让我们在科学上网的路上不至于掉队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希望朋友们关注我的视频 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观看 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